今次去看九龍灣一個已經有40年樓齡的單位 護主入伙之後就沒有再裝修 現在就打算翻身 讓兒子結婚之後住 Alice 其實今次這個單位10呎有多少呢 今次這個單位10呎是390呎 是一對新婚的年輕夫婦居住 護主開始接觸我們有兩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就是要增加儲物量 第二個要求是營造空間感 首先是空間規劃 我們就拆了原本廚房的間架長身 做了一個Open Kitchen 將客廳、飯廳和Kitchen融為一體 更加整齊和連貢性 廚房我們拆了原本的沙槌墻 做了Open Kitchen 令到視覺效果更加狂闊 做了一個吊架 平時可以放進食物和酒品 粗條的黑缸搭配玻璃 就不怕造成壓迫感 吊架下面就是一個吧桌 增添完廚房的工作空間 旁邊還有一個茶色鏡層架 可以放零食之外還可以放酒 廚房雖然小 但是五臟俱全 木紋廚櫃下面用了彩色花磚做點綴 看起來就沒那麼悶了 飯廳面積都大了 原本只是放得下兩人餐桌 現在就放到四人餐桌了 旁邊還有一個儲物櫃 增添完收納的空間 我們就運用了自然不歐風來設計 主要的色調就是灰藍色 白色和木紋的元素 我們就運用了不同的材質 例如是房紋石和青鏡元素 帶出層次感 和更加豐富了效果 我們將TV櫃兩間房門和廁所門 都做了特色牆 房門廁所門的長身 都用了相同的元素來設計 可以伸延客廳的效果 營造空間 除了剛才說到廚房的空間改動之外 其實單位還有沒有其他改動呢? 我們是因應花戶主的要求 他想主人房和細房要相同的面積 所以我們就拆了原本TV櫃的長身間隔 就騰出了更大的空間給細房 因為原本細房可以放到一個睡床和書桌 現在的空間可以做到一個大衣櫃 書桌和單人床 主人房方面 因為戶主有一個要求 就要增加儲物量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地桌 到頂的大衣櫃 還有一個油壓床的設計 床的側邊做了一個梳妝桌 或者是書桌 廁所方面我們用回原本單位的間隔 原素方面就加了仿雲石的紋理 還有牆身為了不會單調 就用了紋飯石的磚